字如果太小的話 那當然很簡單嘛 你可以移到這邊 再到這個縫上面點一下 會有個小按鈕出現 因為他這個VBA的表單 很奇怪 預設就是給你這麼小的字 所以每個都小小的 你一定要再去修改 那也許可以修改成14啦 或更大 這邊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方法 點擊他 14 不過他是不是可以多個 我印象中是可以按卡錯鍵 假設這兩個一起 那你可以點擊 好像可以一起 有些你可以多選之後 一次全部把它改 不然的話每一個慢慢改 花時間 改完之後你會發現執行 把這個東西執行起來之後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他的字 就會變大了 OK所以輸入的時候 還是一樣 要去做變更 如果你沒有變更字就小小的 看起來不是那麼漂亮 OK 身高 然後體重等等 OK這第一個問題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字也非常放大 OK 其實這個還蠻不錯的 其實看起來 已經有那個 專業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那個使用者介面 如果做得漂亮一點 其實我感 感覺是其實還是 蠻有加分的作用 OK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遇到幾個狀況 底下我這邊有一些 比較 防止一些輸入錯誤 這個地方當然有幾個 比如說呢 可能 他沒有輸入任何資料 直接就按確定了 那這個時候他會發生錯誤啦 比如說他什麼都沒輸入 這個時候呢 按確定一定錯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做個判斷 那判斷什麼 如果這邊沒有東西 或者這邊沒有東西 或 反正就是 這四個其中有一個沒有輸入 就不行 所以你要強制讓他 一定要輸入資料 因為如果其中一個沒輸入資料 就不對了 怎麼可能這個人 他有 這個 有姓名 沒有身高 沒有身高怎麼判斷 就沒辦法判斷 所以呢 強制一定要輸入 那這個部分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類似的 你可以按確定的當他按確定之前 先做一些邏輯判斷 那什麼邏輯判斷呢 我這邊按Enter兩下 然後 可以用if開頭 if 那個 買a.tesl 當他如果等於空的 空字串 或者是買b等於空字串 因為程式 有點隱藏 所以我稍微偷懶一下 最好是你們自己打一下 因為這也是我自己打出來的 那 總共會有幾個動作需要做 注意的 就是 把這些輸入 那開頭在這邊 所以我的習慣是 先tap鍵一下 縮牌 然後打一個if 買a 裡面的文字 等於什麼 沒有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判斷沒有東西 就用空字串 或者是 b c d 總共會有四個 因為我們主要是填這四個 然後呢 then then 這邊最後一個then enter 做什麼 就是這四種其中有一種發生的話 那記得你判斷邏輯 一定要 或 因為不可能end 如果end的話變成四種都同時發生 那這個當然 其中有一個是空白的 那你就要怎麼樣 把它停止下來 這個時候呢 警告他一下 message box msgbox 這個message box 請輸入 資料 那後面一定要加這一行 is it sub 如果你沒加這一行 它程式還是繼續跑 那就錯誤了 OK 那我把它加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 至少 會可以避免什麼 避免它產生錯誤 這什麼 item 這個先停 這可能剛剛是那個 我剛剛那個 程式的部分 OK 那這邊的話呢 把它執行起來 那如果什麼都沒輸入 可能是我程式寫錯位置 看一下我這邊 剛剛寫到這邊 這個 我寫到這邊來 那沒錯 這邊資金過 OK 那如果按確定 有沒有 請輸入資料 因為我什麼都 那如果說我今天 比如說這邊 BBB好了 OK 然後 輸入了一個資料 兩個資料 但是我少輸入一個 可不可以 也是不行 所以一定要三個都輸入 三個都輸入之後 按確定 這時候才會 讓你過關 OK 所以這基本上 就防呆 防止錯誤啦 或者資金家就防呆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你的 規則 越明確 未來 你在 做那個什麼 後面的 收尾 就是做 校正的工作 其實就可以 幾乎可以免掉了 為什麼 因為前面都已經 幫你把 所有可能發生的錯誤 都想到了 所以 很重要 因為未來 你應該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我發現很多公司 就是要再做這些事情 每次拿來看到那個資料 都亂七八糟 真的是 他會很昏倒 而且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公司 或者現在很多跨兩岸的 跨三地的 每個地方的來源 結果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有個表單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第二種可能性 什麼樣的可能性呢 就是說呢 如果說呢 他沒有輸入字 那優標可不可以放在上面 可以 這邊可以的 set focus 就有同學說 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說 如果哪一個欄位沒輸入 那我可以讓他停在哪一個儲存 哪一個 那個文字方塊 其實可以 裡面有個方法 叫set focus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假設說 他什麼 不過這個可能你要分開判斷 如果說你全部判斷 最後呢 讓他停在那個什麼 A欄好了 那你可以在這個後面加上一個 A 就是第一個 那個文字方塊 多加一個什麼 他有個方法叫 點 set focus 你打一個set 這邊有個focus set focus 意思是說把儲標放上去 也就是說如果他什麼都沒填 那按確定的時候有沒有 他會把什麼 做完這個 他儲標會放哪裡 有沒有發現 放在這裡 OK 所以 如果你最後 當然如果你個別判斷的話 有個好處 反正他哪一個沒填 你就把儲標放在那個 儲存格上 那個文字方塊上面 那這樣他就沒話講 OK 那這個地方是 第二種的可能發生的狀況 第三個就是防止什麼 明明他的身高是要輸入什麼 一個數字 結果他卻輸入什麼 180 給你輸入一個中文 OK 那當然會產生錯 那怎麼辦呢 這邊可以用 VPA裡面的函數叫 is number 這個 這個判斷 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 一個數字 數字 如果 這個是不等於處 不等於處就是 不是數字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 B欄裡面 身高一定要是數字 還有什麼呢 還有C欄 體重一定要是 如果這兩個 不是 數字 數字的話 那我可以跳出一個Magic Box 然後把游標放在B欄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C 這一段 因為時間的關係 把這邊講完了 這邊 可以把它放在這一段 這邊就多了一個判斷 那執行過 比如說這邊的話 雖然有資料 但是這個資料的話 是 可能他打了一個什麼 180之類的 就是打一個中文好了 這樣子 體重的話 可能就 隨便 假設Key正確 然後性別選一個 OK好 那這個 當然 如果你不用剛剛的那個 函數判斷的話 他一樣會過 可是如果你現在 把它擋一下 他會用那個 is number 先判斷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 他一定不是數字 所以他會怎麼樣 把它做 請輸入 正確的數字 而且前面多了一個東西 你會看到Meshbox 前面多了一個icon 有沒有跟剛剛不一樣 為什麼會有這個icon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城市有一個 後面逗點 多了一個訊息 我會 多了一個VB information 我會多一個這個 按確定之後呢 他游標會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有沒有 set focus OK 那當然如果你兩個 B欄跟C欄 個別判斷 也可以 甚至你可以乾脆 把它清除掉 等於空置 這樣子 讓他在這邊重新填 這樣的話又可以避免掉很多的問題發生 所以這邊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幾個 包含就是說 如果全部 房子 一定要輸入 個別 那多一個這個 set focus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如果說 游標要放在 某一個 位置的話 那再來就是判斷 看看他是不是一個數字 你可以用is number 這個函數 去做判斷 OK 還有個 Magic box這個嗎 後面多這個東西 逗點 VB information 你選 上面沒有 所以上面沒有那個 icon 出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除了這些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 你可以就是說 預先可以把可能發生的錯誤 通通都 列出清單來 那把可能發生的狀況 都過濾掉的話 那基本上 未來應該就不會發生 還要再去檢查資料錯誤的問題 那其實如果你不需要去檢查未來資料錯誤的問題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省掉非常的多的 時間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人每天做的就是在那邊 其實做一些 其實你開頭如果都已經把問題 都考慮進來的話 那其實後面應該連那個時間都可以完全不需要去 去去去去花 OK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